王理事長、王院長、韓市長、各位電視 還有我們企業家領袖們還有很多好朋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其實剛剛那個王院長已經把我的演講講完了 我今天才知道王院長對我們產業非常的了解 我今天用這個主題 台灣的心臟世界的高雄 來當作今天跟各位報告的一個主題 其實高雄長期以來扮演 就是台灣發展經濟的一個動物 大家都知道心臟的角色是什麼 心臟提供我們血管的動物 那我覺得高雄一直扮演這樣的角色 我們如果高雄的這個心臟好的話 台灣的經濟發展就會成功 心臟另外一個角色就是提供血管運送 到人體各部份的組織 其實高雄金屬、石化葉這些原物料 其實過去這幾十年來 在台灣的經濟發展 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第二段話 世界的高雄 我們市長最近在台 國際大機場或者是自貿區 其實都展現了高雄未來希望成為 在國際經濟貿易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一個宣示的意味 所以我們未來高雄不只是台灣的高雄 我們希望高雄成為世界的高雄 最近我遇到一些台商回來 他跟我說他最近覺得以身為高雄變得非常驕傲 他就說他覺得我聽得也非常難受 因為很多人過去都沒有聽 在高雄這兩個字呢 其實我們在台灣經濟發展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呢好像大家對高雄這個經濟的發展 並沒有給他一定的一個尊重或者一定的發展 所以我想今天呢 我願意再用這一個主題來各位做一個緊要的報告 那今天因為這個沒有準備投影機 沒有準備電腦投影機 所以請各位就看一下手上的簡報資料 那我想前面的部分很快 是不是因為在座的各位可能 都對高雄一定程度的了解 高雄的面積大概2950萬公里 大概是台北的10倍大 人口有278萬人 各位都知道高雄是以金屬石化跟造船 過去是台灣重工業的一個生產的重鎮 但是因為這樣的雄厚基礎 也累積了台灣經濟發展很多的一個實力 那未來其實我們在數位內容 在精密機械產業 在數位文創也做得非常多 我們希望它持續能夠發光發熱 請各位翻到第五頁 第五頁談到了我們高雄是全台的 唯一的海空雙港 它到亞洲各城市的距離 大概是2.5到4個小時 飛機的航程 目前高雄的港 航線大概連結五大洲 102個國家 367個港口 超過300條的航線 所以高雄在地理威士上 有它的優越性 第六月我們談到台灣 高雄一直是台灣的第一大商港 它的年吞吐量達到1.21噸 佔全台灣台灣的63% 而且今年8月份 我們這個油輪的旅客大樓會落成其用 它可以同時停泊兩艘 22.5萬噸的油輪 所以未來也會在油輪經濟上 會高雄帶來一些貢獻 那第六、第七頁呢 我們談到了我們高雄的產業布局 事實上我們大概把高雄的產業來分配一下 大概我們東北角 大概就是我們所謂的農業區 其實有很多高雄 有很多的水果蜜藻等等的 在全台灣呢 其實中產量都是頂直又好 而且產量低 在我們北台灣呢 事實上有橋頭科學園區 有這個南紫加工出口區 有本州工業區 其實高雄的這個北台 北部呢 大概是我們產業一個重要的一個 輸產的群聚 還有包括人舞大社等等 那在我們的海邊這一塊呢 就是我們現在新興的 包括西子灣 包括這個牛艇製造 錫金 都是我們一個觀光娛樂的地點 中間這個區塊 包括高雄展覽館 中間這一塊也是我們數位文創 而且是未來高雄軟體的一個發展 一個重要的生產基地 南部呢 就是我們現在分配在這個 固留貨櫃轉運中心 貿易運籌中心 其實它是有一個基本的產業的 一個布局的規劃 第八頁呢 我們談到了高雄的基礎產業的環境 高雄其實一直以來 就是石化跟金屬產業的重鎮 就我最熟悉的金屬領域來看 鋼山是扣建的大本 也在座我們那個 扣建 螺絲路貿工會的理事長也在 我們那個兩位前後任都在這個地方 金屬產業的產值呢 佔全國的32% 我們的螺絲的群聚 生產的扣建佔全台灣的51% 我們不只是生產的量大 我們現在希望把這個扣建業 能夠生產到高附加價值的產品 過去是論金賣 未來是希望論建賣 所以我們 我想我們的扣建業非常的努力 把這個螺絲螺帽的生產 轉向到航太扣建 轉向到人工牙根的生產 總而言之是一個高雄 扣建業在轉型非常成功的一個典範 另外我們的航太產業 產值目前高雄大概100億左右 佔全台灣的1% 所以高雄的航太產業聚落 也慢慢在行傳 那請各位翻到第9頁 第9頁是在談我們半導體產業 或者電子零組件的一個群聚 大家都知道月光在高雄 其實它是全世界最大的 後段封裝的製造廠 那它最近一直在擴廠 加工輸入區的一廠、二廠、三廠、四廠 一直在擴 那也因為這樣 在南部其實電子零組件業的發展 非常的濃厚 包括台郡、華邦、國具等等 逐漸在南台灣、在高雄 形成了一個電子零組件的群聚 那這一塊也是未來高雄要持續發展的項目 還有更重要的一塊 其實在第10頁 我們談到人體感科技 其實高雄人體人區在高雄 事實上發展了很多年的數位內容 那我們希望這個數位內容能夠結合硬體 能夠發展體感科技 那智威就在軟體人區的裡面 那我們希望藉由這樣的一個實力 能夠擴展到未來AMER 578K 用在跟硬體結合的部分 那第11頁我們談到了我們青創的一些基地 事實上過去這一段時間 我們一直在鼓勵創新創業 那我們市長來之後 特別強調我們在青年創業的支持跟協助上面 第12頁我們談到 剛剛市長已經特別提過高雄的股幣的價格 所以我們都不再贅屬 第13頁我們談到了我們在這個 排除投資障礙的部分 其實高雄有一個重大投資 一個很重要重大投資的會議 其實只要重大投資遇到投資障礙 我們會有四股成績來列管 來做討論如何來協助大家 那第14頁呢 接下來就想談一下大家最關心的這個土 人 股缺的問題 人 土地 這個 相關水 電 人才的相關問題 那 第14頁談到我們高雄18所大戰院校 目前在校的學生人數大概有15萬 大概是我們全台灣排名第三吧 所以我們其實上在人才的公平是公佩 但是我知道我們業界一直反映說 學校教育的人才不一定能夠為產業界所用 所以呢我們市政府會有一個平台 如何跟產業界對接 能夠我們幫協助學校跟產業界來對談 怎麼樣培養出學校 學校可以培養出產業界所需要的一些人 我想未來我們可以協助各位產業界來做一些對接跟討論 那在電力的部分 也是大家非常關心的 高雄107年的總發電量是358億度 那受電量在在地的受電量是282億度 所以高雄實際上在地的使用只有61到79% 也就是說我們目前自己用的只有八成 另外兩成其實我們供應到再往北 台南或者台中往上售 所以我們還有兩成左右的餘域 那水的部分各位看一下第16頁 高雄每日的民生用水量是130萬噸 工業用水是30萬噸 總共160萬噸 那我們這160萬噸呢 事實上目前大概供需是相等的 不過我們還有12.5萬噸的水可以調波 也就是我們有一些浮流水跟中油的一些井 大概還可以有12.5萬噸可以調波 另外呢現在目前在再生水的這個建廠的部分呢 預計在未來兩年後還可以再增加8萬噸 所以我們預計呢未來兩年後還有20萬噸的一個水可以供應 那各位也很關心空屋的問題 在空屋的問題呢 在空屋的問題呢 我們高屏必須有所謂的空屋總量管制 那我們這裡提出來在一定規模以上的業者呢 可以藉由相對的比喚量跟購買排放量來取得你所需要 另外呢因為目前呢因為有一些像五星的測廠 其實可以有一些廠減少了這個排放量之後呢 所以大概有37家業者呢可以交易的這個明細表 我就不在這裡強調了 更重要的是如何在這裡特別提出來 我想高雄這麼多年發展石化業 未來我們的發展是希望發展綠能低污染 而且是有效率的一個製程的設備 所以我們也是建議所有要來高雄發展的廠商們 能夠採用低污染的製程 低污染的原物料 或者加上一些綠色製程的設備 來減少比喚量的一個需求 那第18頁呢就提到了目前產業用地的一個需求 我們目前產業用地大概高雄提供大概有6886公斤 其中53%是由政府報編 大概有3684公斤 那其餘的都是一些民間的用地 事實上也有很多是閒置的 那我們108年 我們在這個 產業用地還有75.2公斤 共計113.8 亞洲新灣區呢還有68公斤的幣呢 還可以再做開發 109年我們最近那個報編人物產業園區呢 在108年的上半 就今年上半年會完成報編 大概是 海濱大會如果通過的話 下半年就會舉辦招商跟這個 預登記的作業 大概有48公斤的土地 那南科二級的這個橋頭園區呢 目前在科技部在做這個審議 預計今年6月應該就會討論 是否完成這個籌設 112年呢要完成環境 可以開始對外來做招商 這是未來這個高雄產業用地的一個需求 後面的這些明細呢 我就不再做詳細的介紹 我麻煩各位翻到第26頁 接下來我想談一下 未來高雄的一個產業部群的規劃 各位都知道高雄總共的產值 首先我才一個也被問到 高雄的產值是4.8兆 營銷了一年107年是4.8兆 其中一級產業就是我們所謂的農賓 與布跟礦業大概是0.3% 製造業二級產業52% 三級產業47.7% 就是一般我們批發零售 跟一般的服務業 各位知道 可是如果看到右邊這張圖 剛剛理事長特別提到 我們的就業人口138萬人裡面 二級產業佔36% 服務業佔60% 如果各位我想各位老闆都非常清楚 從數字上來看就可以顯示 我們服務業的製造的附加價值 或者人均產值其實是不足的 我們也去分析過這個人均產值的不足 因為我們缺乏這個高階 不管是律師、會計師、創投、金融、顧問服務業 這些高階服務業的引路 所以我們未來 其實高雄有一大塊 就是我們剛剛特別提到亞洲西灣區 我們非常希望第二總部 或者總部的設定或創投的進度 能夠帶動我們在這個高手所得的這些服務業 能夠引入到高手 專業的服務這些在地的廠商 那我們在昨天議會也被議員問到 我們高雄未來產業的發展策略方向都布局 其實很多業界也非常關心 我這裡提出五點 第一個 我想我們製造業尤其是過去在座各位很多產業 包括高雄黨兵或台灣黨兵 其實已經建立一個非常雄厚的基礎 我們製造業大概有2.1兆在高雄的生產 我們希望協助大家或者跟大家一起來努力 來藉由產品的升級 或者面對現在國際的大範圍的挑戰 中美貿易或者是貿易自由化協定所帶來的產業的衝擊 我們如何協助在地的企業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 另外呢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些綠色智慧化4.0的產業的轉型升級 來把這些設備升級的這些產業 留在高雄來發展高雄的這些綠色4.0的產業 第二塊你其實剛剛特別提到 生技跟航太加起來 127在高雄現場看起來很少 可是事實上這一塊的產品 未來是高雄精密機械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發展生產 所以我們希望這一塊能夠持續的協助這個產業擴大 第三塊是聚落產 我們所謂的聚落財就是高雄包括中鋼的產業鏈 石化的產業鏈 包括電子電子零組件的產業鏈 我們希望吸引更多的大廠來高雄投資 第二個呢 我們也希望幫忙把這些材料跟設備能夠國產化再低化供應 讓聚落的真正能夠深燈到高雄 第三個就是 其實後面兩個軟硬整體的情況 其實為了長期高雄發展來做準備 各位都知道 剛剛特別提到 我們有數位內容 我們有非常優秀的非常龐大基礎產業的設施能量 我們如何把這些N2的技術 把這些數位的技術 把大數據的技術 跟我們現在非常強的這個製造的基礎技術結合起來 作為我們未來對外推廣的一個發展的能量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最近有以色列的公司或者國際的公司 來跟我們一樣 他們用APL的技術 可以來做石化業的這個教育訓練 因為他們說 我們在教育訓練 要去真正去按一個按鈕 造成這個能源的損失 其實可以透過APL模擬實際的場域 來真正做好教育訓練功能 而且這個部分在國際的這些所謂的大廠 不管是微軟 或者是在各國際上都已經在實用 可是他們缺乏了在我們製造的石化業 大鋼廠這些數位製造 APL在鋼廠製造業的意義 所以他希望來高雄幫我們做一些合作 所以未來我們的發展 希望發展高雄能夠吸引國際的大廠 成為數位制度 我們不只做遊戲內容 我們希望把這些數位軟體技術 用在我們的製造技術上 把這個技術發展到 能夠行銷到全世界 第二塊清創 清創我們市長來談了 100億的這個清創基金的設計 目前呢 也謝謝在座很多企業的幫忙 事實上我們已經有陸陸續續 目前大概有10億以上的資金呢 想要來協助高雄的今年創業 甚至呢 有很多主動提供他們要有一些 已經有成就的企業家 願意來當我們清創的導師 這塊呢 我想未來是高雄長期發展 大家都說高雄又老又窮 我們希望透過今年創造 蓄積高雄長期發展的實力 所以清創蓄能不及短期 我們看不到它對高雄經濟發展的成長 但是長期 它一定會是高雄成長的一個重要的 一個能量的一個續集 這是我們高雄未來發展的這個五大策略 那後面的部分我想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詳細的介紹 那我想最主要就是我們希望透過 第29億我剛剛特別提到我們的願景 因為有很多國際大廠說 如果我們高雄要發展 它願意再引入更多的國際企業 來高雄形成一個數位設計製造的聚落 所以我們未來運用這個技術 可以用在實化產業的監測 或者能源的監測 能夠用在教育訓練實化的監測 我想很多東西可以拿來做利用 那第30頁就談到我們的創新創業 事實上目前從1月到3月 我們一跟7家的國際加速器已經做了協約 他們願意來引護到高雄協助在地的 三月做創新的創業 那另外一塊呢 我們現在也有一些 台北或者國外的一些清創基地 想要在高雄設立第二塊 他們的清創的一個發展 所以我們不只是我們政府來設清創基地 我們更鼓勵更多的人 來高雄設立這個清創相關的基地 讓清創青年創新創業的議題 在高雄能夠持續為高雄累積長期發展的動能跟實力 那第32頁呢 其實這一頁其實是我們亞洲西灣區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各位再仔細看這個照片 就可以發現 其實我們面海的沿海的很多壞土地 目前都正在開始開放 讓大家來開放 我們非常希望大家能夠把營運總部 第二總部放在這裡 或者金融高階的技術服務類 能夠帶到高雄來 各位知道 有這樣海港城市有河有山 香港澳門新加坡 或者國際的大公司 其實有這樣 還有在海邊有這麼大名鼓勵 其實真的不多 所以我們真的非常希望 未來能夠把營運總部發展在高雄 那後面呢 其實我們下一個市政府要努力的 就是要怎麼去做一些 鍛鍊的整合跟跨域的合作 其實每一個產業之間有很多介面 比如說我們在推動生計 可以怎麼跟我們醫療觀光 是剛剛特別提到 我們如何來做醫療的美容 醫療的牙科的整治等等 順便來觀光 那我們在高雄有中高有台船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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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情 對 高雄有唯一全世界的愛 所以我們針對愛情的產業類以前 也成立了跨題處的小組 在討論如何讓高雄不只是有硬體的建設 也充滿了這個愛情軟體的一個建設在高雄 最後我用這句話來跟大家 希望大家來留在高雄 一個就是我們希望跟大家一起來努力打造 幸福 健康 繁榮的高雄新城市 謝謝大家 謝謝